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科教频道为您带来四季味道 说到吃螃蟹 很多人都会认为秋季的螃蟹最为肥美 但是对于爱吃蟹的时刻来说 吃螃蟹的战线并不局限于今秋时节 初夏时分的六月黄 拉开了吃蟹的序幕 经历九月团旗十月间的吃蟹黄金季 螃蟹的鲜香可以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正月 而且在各个地方的人们手中 每个时节都有最极致的螃蟹吃法 高油糊的六月黄 为何吃工不吃母 不求个头大 这就是脱出来的壳 这是好大的一个 秦皇岛的一场螃蟹宴席上 如何用寻常食材与螃蟹 搭配出极致鲜味 好 就这个 三门最出名的傲娇小海鲜青蟹 最接地气的吃法是什么 最近变得好吃了 当海上人生遇到传统年糕 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你看那个年糕上面 它还裹着蟹黄 行走天南海北 跨越不同时节 品尝各具风味的螃蟹诸味 味道调查团带您探寻 什么是横行霸道的极致鲜味 第一站我来到了高游湖 高游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 因为在秦朝时期 有人在这里驻高台 见游艇而得名 居住在高游湖边的居民们 每到农历六月份 就能够吃到有黄的螃蟹 而这就是高游湖中的 湖仙巨星大闸蟹 这是大闸蟹吗 是吧 我能看看吗 您是刚从里头打出来吗 对 刚从里头打出来 对 我先看看 对对对 特意在这 现在的还比较小 我们看了 你看到没 现在 剪的也太小了 是吧 有大的 但是我觉得这小的挺可爱的 这多少钱一斤 这个三十块一斤 我拿这碗子 小的不要 小的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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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小的不要 我拿着碗子 拿着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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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送给我的是吗 送吧你 好呀 谢谢您 他不会 大把抓 他不会 你大把抓你不干了 好吧好吧 你把这手机 抓你手机 现在还不是螃蟹长成的时候 但是这幼年的大闸蟹 这么没有地位 竟然被当作玩具宠物 这真让我感到意外 大哥 咱们这螃蟹从哪捞的呀 高油壶 高油壶里头 是吧 那您现在放到这河里头 它以后还能长吗 还能长 还能长是吧 看来要想真正品尝到大闸蟹的滋味 我还得深入高油壶 仔细探访 来到高油壶 我遇到了养殖螃蟹的王骏大哥 他告诉我 面积达700多平方千米的高油壶 是我国第六大淡水壶 这里水质优良 鱼 虾 鳖蟹和各种水生植物数不胜数 特别是湖里出产的大闸蟹 也质量尚成 高油人对此非常自豪 进湖不久 我们就看到了一艘大船 这就是捞螃蟹的船吗 这个船是专门捕虾的是吗 这个船是专门收虾的 专门收虾的 我看这一圈好像都是这种 地龙捕到虾以后 到这边来都汇总到这边 所以它这一圈挂的全是虾 这是一个等于是收集站 最后所有的虾都在这汇集 然后我们再把它拉回去 这个季节没有螃蟹吗 这个季节有 就是咱们江苏人喜欢的六月黄 六月黄 就是六月粉 其实是指农历的六月 我第一次听说 农历六月的螃蟹叫六月黄 想来就是还处在成长期中的 青年大闸蟹吧 那它应该是什么样呢 难道是黄颜色的吗 这里才是养螃蟹的地方是吧 对的 这是围网里面 围网里头 它有一道网 两道网 三道网 去防跑的嘛 防止它跑走是吧 但是我在这 现在能看得见大闸蟹吗 你现在看不了 两个看不了 第一是白天 螃蟹不上来 第二个螃蟹现在还没到了成熟期呢 对 现在也没发水 不上来 没问题 咱们回家 咱们到农场可以看到 转了大半圈 竟然还是没见到 看来这六月黄 要比路边的小螃蟹高贵多了 要想看到它的真容 也只有到王大哥的农场了 在农场里 工人们正在捆扎 今天捕捞的六月黄 这六月的螃蟹 看着也不黄啊 为什么被称为六月黄呢 王大哥告诉我 此时的螃蟹 虽然还没有长成 但年轻的螃蟹 肉质嫩滑 蟹壳酥软 烹调以后 连壳一起食用 又美味又补钙 而且已经开始有了蟹黄 所以叫它六月黄 其实在江浙地区 自古就有吃六月黄的风俗 它可以让那些 嗜蟹如命的吃货们 早早地一解相思之苦 来到王大哥的家里 他的妻子亲自下厨 邀我品尝六月黄 我知道真正的大闸蟹 讲究的是 九月团旗十月间 也就是农历九月吃雌蟹 农历十月吃雄蟹 那么现在品尝六月黄 又有什么讲究呢 我们怎么鉴定 这个母蟹还能不能长大 就看它这个鳍 一看鳍还没到边 然后还可以再退一次 那这蟹可以基本能到 三两种的样子 甚至就三两多 你看它现在比较厚 还比较单薄 所以它现在也不厚 这个时候吃六月黄 就吃了一个鲜 在农场大家都管 王大哥的妻子叫扁丹姐 原来他的父亲早年 就靠一根扁丹挑货 养活了全家 年轻的扁丹姐 像父亲一样泼辣能干 于是大家就这样叫开了 六月黄是扁丹姐的 拿手好菜 烹制鲜嫩的六月黄 扁丹姐用了油煎 这种最简单的方法 一炸就红了 这大概要炸到什么程度 现在鲜嫩 五分钟也差不多 五分钟 以外炸个焦黄 焦黄 这时候把它弄出来 割一会儿 然后再二次下锅 再炸一次 哦 下锅更好 是吧 为什么要炸两次呢 更脆 更脆一点 这也差不多了吧 这回 我们再给它炸一次 对的 对 一下放一下 放一下 对 可以了 再炸一次 好 这个差不多一分钟了 很香啊 吃点 好香啊 炸了之后应该更香 小心啊 好 对 蘸一点 你听到那声音了 这壳很薄 你嚼着嚼着 都能嚼下去 有点很薄嘛 对哦 我觉得这壳 完全可以吃下去 堵盖 这个皮盖的 吃外头有点像 我们吃以前 那个油煎 馄饭 是的 对吧 但是它那个皮 实在是很薄 像面皮一样的 因为而且蘸了醋之后 螃蟹的那种鲜味 是的 完全被锁在里头了 螃蟹的味道 是特别浓郁 对 再加上这种脆脆的口感 哎呀 这就是六月黄 跟成熟的螃蟹 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 不一样 它有它的 它有它的特点 它有它的优势 没错 扁丹姐告诉我 吃六月黄 讲究吃公不吃母 因为母蟹 这时还没有黄 而公蟹 则先行一步 长出了半流动的 黄膏来 再有就是吃六月黄 不能追求各大 二两大小就算是极品了 吃过了扁丹姐的 油煎六月黄 王大哥又把我带到了 养殖大闸蟹的池塘 在这里我见到了 大闸蟹们不为人知的一面 哇 哎呀 这螃蟹跟蜘蛛一样 好好笑 天哪 你看看 这也不加索的 就这么一点 我拿出来 我都 我都 没问题 随便拿 不是 我是怕它 怕把它给捏死 我怕它 对 好小啊 看到没 这个还没有 我这个大拇指甲盖大 你看到吗 螃蟹苗就这么点 是吗 还要脱壳呢 一般脱十九次到二十一次壳 哇 这个是 这个螃蟹 还有最起码两三次 嗯 你看啊 这就是脱出来的壳 哇 这是好大了已经 对啊 你看啊 它完整的时候 应该是这个样 这是首先它是黄颜色 你看 黄颜色 对啊 然后螃蟹脱壳呢 是从这个地方 屁股抬起来 嗯嗯嗯嗯 然后从这个地方 整体的出去 哦 整体的出去 整体 在泡面退出来 全部退出来 哦 退出来以后呢 啊 这么大呀 对啊 你认识上讲 怎么能变那么大呢 它的体重会增加百分之九十 它脱出来以后呢 刚刚出来的时候 跟这个体格基本差不多 嗯 但是它是一个相对的海绵体 吸水 吸水 然后喝水喝水喝水 喝水的膨胀 哦 你看你看这个 它就是一个卵盒的 我摸一下 你摸摸摸 啊 哎呀 还真是跟纸似的啊 对啊 你看它这个上面的大凹 它不是那种黑黑的 它是粉粉的 而且 很漂亮 没错 哇太神奇了 你想 怎么就能一只 整只的就这样退出来了 对的 对啊 在高游 六月黄的吃法还有很多 蒸 炒 烟 醉 都很美味 六月黄 可以说是一位新生代的美食明星 从现在到秋天 它还要生长一个月 一个月以后 它将身价倍增 成为一只真正的大闸蟹 走上人们的餐桌 告别了王大哥和扁丹姐 也告别了年轻的狐仙巨星 未到调查团寻找螃蟹鲜味的调查 转向了大海 下一站 我的同事杜宇扬来到了秦皇岛 临海而居的秦皇岛人 从年初到年尾 餐桌上都有海鲜 此时 螃蟹饱满肉肥 一顿渤海风味的海蟹大餐即将上演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秦皇岛市的海港区 要想了解一个地方的饮食习惯和文化 最好的方式 就是跟着老百姓一起 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去 去菜市场逛逛 每天清晨的菜市场呢 集合了当地最新鲜 最实定的蔬菜和各种各样的食材 可以说市场就是一个城市生活的名片 那么秦皇岛的这张名片 不用问了 就是海鲜 秦皇岛本地人魏秀秦阿姨 愿意充当我的将岛 带我在这里寻找初夏的海味 她告诉我 老秦皇岛人吃海鲜 讲究季节性 说到初夏时节的食令海鲜 魏阿姨首推的就是螃蟹了 那么这渤海一带的螃蟹 究竟有何不同 老秦皇岛人 又能把螃蟹做出什么花样呢 你烤螃蟹多新鲜 各个活 太小了这个螃蟹 而且它味道好 它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就这种小螃蟹 对 这不是赶海的时候 顺手抓着玩的吗 不是 这是也有大的也有小的 这是这个季节的最肥的一个小蟹 这种小螃蟹没肉怎么吃 我们可以做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菜 这个北方的 我们家的食物就非常好吃 就用这种小螃蟹做 对 这种体态小巧 深思灵活的花盖螃蟹 学名叫做赤甲红蟹 虽然个头不大 但是十分好动 这种螃蟹的主产局 就集中在我国的渤海和黄海一带 魏阿姨说 本地人对它的烹饪方式比较独特 至于怎么做 魏阿姨倒先卖起了棺子 只对我说是一种 很多人都没有见过的螃蟹做法 这是什么螃蟹 这是红夹子 这个红夹子 红夹子 叫本地的 叫铁夹子 什么叫铁夹子 我以前吃这些螃蟹的时候 感觉这夹子里边的肉特别鲜 特别好吃 这盖里边还没有说得最好吃 但是主要是这个夹子的肉特别好吃 对 它这个肉多 而且呢 很薄满 特别齿齿的肉 就是盖后来 对 这种被当地人称为红夹子的螃蟹 其实是花盖螃蟹的进心 都叫吃甲红 但不同的是 红夹子的身体 在活着的时候 也泛着红色 尤其是两个大蟹钱 比其他螃蟹要粗壮许多 红夹子的称号也由此而来 魏阿姨说 这种螃蟹的蟹钱 可比蟹肉和蟹膏还要好吃 小花盖 红夹子 这两种螃蟹的味道 已经让我十分期待 但魏阿姨却说 刚才挑的这些螃蟹 只能算是螃蟹业中的配菜 作为主菜的螃蟹 更加鲜美 这边是要缩着鞋了吧 对 这就是缩着鞋 而且这个螃蟹就是 还对味鲜 然后呢 还是特别肥 其实我这也是缩着鞋 我觉得里边黄特别多 对 你看这个鞋啊 我们在挑选的时候 这个盖一定要让它是青色的 青色 青颜色 再有呢 我们就掐掐它这个 也是掐腿 掐腿 这个就是不错的 这个季节就是吃这个缩着蟹的时候吗 对 是最肥的时候 我印象它们缩着蟹不应该是90月份吃吗 不对 因为缩着蟹呢 因为它在这个海里的冬年了 冬年很长这一冬的时间 而且养得非常肥 所以说这个季节吃蟹 然后呢 对人体特别好 缩着蟹 不仅算得上是海蟹中最为出名的品种之一 而且称得上是螃蟹家族的颜值担当 外壳鲜亮 提形修长 外加一副大长腿 无论放在什么宴席上 都是上等真修 魏阿姨说 它的主要产地 其实是在东海和黄海 但由于不寒的海水 昼夜温差较大 所以这里的梭子蟹 不仅肉质鲜美 个头也长得很大 在刚刚入下的时间 就能吃到品质上乘的梭子蟹 拿着一豆子极品螃蟹 我跟着魏阿姨回到家 期待着这一顿初夏时节的螃蟹大餐 这都摆上了 桌子蟹 花盖 红茄子 对 红茄子 说实话 这些螃蟹要都给我的话 我用了 我可能就都下锅煮了 或者都蒸了 我看今天这个食材和原材料摆的 好像不只是蒸吧 不只是蒸 都是当地的做法吗 对呀 都是当地的家常菜 你看这小螃蟹吧 这小螃蟹是 它主要是盛产于我们这个波海湾 我们当地的习俗的家庭做法 那么呢 我们呢就用这个茄子 还有土豆 来这个做这个小螃蟹 茄子和土豆 对 螃蟹加上茄子土豆 这是种什么组合 难道是秦皇岛版本的东北乱顿 魏阿姨告诉我 这是他家平日里常吃的一道家常菜 花盖螃蟹虽然肉不多 可味道却极鲜 用螃蟹来烹煮蔬菜 就让茄子和土豆 这样的土生植物 也染上了大海的味道 这种做法看似普通 却也暗藏学问 茄子中富含维生素P 螃蟹体内又富含丰富的蛋白质 虽然两种食材都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不过中医认为 螃蟹和茄子都属于含粮之物 吃多了会对肠胃不好 而在菜肴中加入土豆 恰好能缓和这两种食材的含粮 我现在得是强忍着 后边飘出来那个香味 然后做下一个菜 下一个做哪个 做这个 做这个 红夹子 这红夹子怎么做 用红夹子蒸蛋 蒸蛋这两个 像蛋糕那样的东西吗 对啊 但是我刚才听您那说的意思是 把这个肉要踢出来 对 先把这个爪给它掰下来 给它掰下来 很多人在吃螃蟹的时候 对高满肉肥的母蟹情有独钟 而这秦皇岛的红夹子蟹 却以蟹钳粗大的弓蟹为上等 把蟹钳肉取出 放在蒸蛋里 是当地人最爱的一种做法 蟹钳肉在蒸制的过程中 肉质变得更加富有韧性 更重要的是 鸡蛋同样也会吸饱蟹肉的鲜香 这样鸡蛋羹也就有了螃蟹的味道 好 来到最后一道菜了 对 这一道梭子蟹 对 梭子蟹我觉得还是清蒸好吃的 那不见得 不见得 因为我们那个秦皇岛的这个特色 就爱吃这个家常的叫葱烧蟹 葱烧蟹 我就听过葱烧海参 没听过葱烧蟹 那今天咱们就试试 那这个怎么做 这个盘要怎么处理 那这个螃蟹吧 我们首先先把这个盖给它揭开 看 哇 这个环 好吧 新鲜 而且满 这样一蒸出来之后都 绝对漂亮 漂亮 漂亮 魏阿姨要做的这道葱烧蟹 不用问 肯定就是今天当仁不让的主角 魏阿姨告诉我 初夏时节的梭子蟹 处于产子前的阶段 所以蟹肉和蟹黄 最为肥满的母蟹 特别好吃 梭子蟹切块 加入少量淀粉 这样做能让蟹肉 在下油锅时 不会松散 在葱 将这两元大酱的辅索下 梭子蟹已经爆发出 对味蕾无比强大的吸引力 我尝尝这个葱爆蟹 是吧 葱爆蟹 对 这块是梭子蟹里最好 最肥的 对 是吧 那些后腿 你尝尝这个后腿 这个肉特别嫩 其实我平时吃梭子蟹 吃的就是那个本味 我没有想过说 梭子蟹加了好多调料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这加了其他葱姜的那个味道 这个蟹肉更香了 对 我们来看看这个螃蟹 哇 土豆 茄子 其实我最好奇就是这道菜 你尝尝 尝一尝 这个味道 我不吃螃蟹了 是口茄子吧 你尝尝那茄子肯定就是味儿 特别入味儿 这道菜其实我们老家也有 但是我小时候吃过 吃的时候就是我奶奶当年我做了 至少我上一次吃这道菜 应该是十五年前 所以我吃这第一口这个茄子的味道 就是这道菜最大的特点 就是这个茄子的味道里边 侵入了这个螃蟹的那个鲜香味 对 对 我吃完之后 其实吃到全是回忆 可不是 奶奶现在身体不好 也做不了这道菜了 咱再尝尝 多吃点 好啊 就是这个味儿 就是这个味儿 魏阿姨和老伴如今已经退休 老两口平日里就是研究各种美食 尤其是本地食令海鲜的做法 不仅是为了给家人带来极致的味道 更是表达着对家乡物产的自豪 一席螃蟹宴让我吃出了儿时的记忆 不过要想找到最硬迹最新鲜的海产 除了逛菜市场之外 最好的方式就是能跟着渔民走一遭 因此我们转场浙江三门 对很多食客来说 吃螃蟹是秋季餐桌上的重头戏 浙江三门地区最富名气的小海鲜 三门青蟹 是海水蟹里的名角 那么怎样才能让青蟹 原汁原味的鲜美得到最极致的体现呢 我之前所理解的小海鲜 基本上应该都是在近海的海域 滩涂上 泥滩上 像贝壳之类的东西 但实际上在三门这个地方 当地的渔民把近海的海域围成这种小的海棠 在里面也养了一种非常非常鲜美的小海鲜 是什么呢 去看看 叔叔好 叔叔好 来来来 这都要出去了是吧 不太稳啊 好 行了 林盛 八五后 得知我来调查三门小海鲜 便邀我去他家的堂里探 我从小呢 就是在他的村长大的 就今年年的洪水 把我们整个村子都给淹掉了 因为海水是咸的 所以再也没办法中止水到了 但是呢 我们并没有被他击垮 我们村民一起努力 最终把被显化的土地 变成了现在的蟹糖 好 那个小土糕 那昨天晚上就放下去了 而昨天晚上到了 对 春羹 夏云 秋收 冬藏 中国人的一日三餐 与时间对话和时节对饮 跨越春夏秋冬 智慧创造自然之味 品尝四季轮回 餐桌凝聚生活百态 科教频道为您带来四季味道 方黎一把牌就钻进去了 对 头的耳鸟什么耳鸟 耳鸟就是那个小的新海鲜 都是为那些小海鲜偏多 现在还看得出来是什么呢 看运气 这还得看一只 有一只有一只 两只 小林家的蟹糖里 养殖的是三门最富名记的小海鲜 三门青蟹 这边又是一个 是吧 也是头天晚上放的 太风过后 村民们通过生产自救 成功地用饮海水入塘的方式 来养殖青蟹 而除了蟹糖的饲养 小林还自己研究着 弄起了电商销售 所以每天天一亮 父子俩就要去蟹糖里收网 为的就是能够在当天的下午 能将最新鲜的螃蟹 通过物流运输的方式 发送出去 有鱼 怎么还有鱼啊 有鱼的 好几条 这个有点夸张了吧 这在它小的时候就换水 旁里换水的时候 它就进来了 跟着换水的时候 进来小鱼苗是吧 对 然后它就一起吃 那种青蟹的饰料 长大了 这么大吗 这两条有点大 三门青蟹 因体色青绿而得名 秋季 青蟹肥美 食之大补 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天然食材 除具有很高营养价值外 还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所以在当地有种说法 农忙时节 吃一只青蟹 便可以恢复体力 带着青蟹满载而归 上岸后 林叔叔和林阿姨 会对青蟹做简单的捆绑处理 接下来 他们将被送到 三门最大的青蟹集散地 三门青蟹市场 这里有上百家的门店 不能看出 每家的生意都十分火爆 在青蟹开启美食之旅前 我也跟着小鱼 学到了几种挑选 青蟹的小窍门 这个胖瘦怎么生 先是看橙色 橙色深一点的 都是一般说是比较肥的 像这种就是长大了那种 就是最完美的状态 对 它是你看肚皮已经黄色了 它里面就是红膏 就是蟹里面的那种最好的那种 最好的 价格也最贵的那种 我还可以教你一种 简单一点的方法 可以一般现在手机 都不是带手电筒的吗 像这种你看 就很明显 这肉在哪儿 马上就看得清楚了 对 就很容易看出来 在这儿了 边缘在这儿了 对 这个就中等嘛 也不算特别瘦 但是长得好大啊 对 但它也不是特别肥 那咱们今天把这个分好类 装完箱 差不多这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 是吧 对 发完货就结束 下午就剩一点那种快递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 你看我都干一天活了 好 请你吃饭 请你吃鲜蟹 好好好 不过你要帮我把活干完 没问题 没问题 干完我们就回家去 瞬间有了动力 海鲜的吃法多种多样 但是真正爱吃海鲜的人都知道 海鲜最令人着迷的味道 就是它本身的原味 生姜去寒 黄酒去腥 清蒸可以使它原汁原味的鲜唇 得以最好的保留和释放 入秋的清蟹 迎来了一年当中 最豪满高肥的时刻 焦黄通透的蟹黄 是对小林一家辛苦劳作的 最好褒奖 太过瘾了 其实旁边当中最好吃的部分 就是蟹钱里那点肉 再说它的味道 它的这个味道和桌子蟹 还是不一样的 它的味道给我感觉 应该是更加的甜 对吧 鲜甜的 其实螃蟹好的螃蟹 它吃起来都是那种鲜甜的味道 只不过这个青蟹吃起来 它的甜度应该更高一点 吃海鲜有三个境界 一约鲜美 二为肥美 三是甜美 在三门 人们对于小海鲜的最高评价 就是鲜甜二字 海鲜的鲜是可以理解的 而甜则来自于海鲜本身的糖原 糖原又称干糖 是一种动物淀粉 在动物的肝脏和肌肉中含量最大 这种鲜中带甜的味道 让青蟹成为了小海鲜中的上品 不过再傲娇的食材 也有它接地气的民间吃法 我看这个备齐了 对 螃蟹 葱姜蒜 各种各样的调料 还有一个小锅 这你要做什么呀 做肉末炖清洗 另外一种 黄蟹要吗 要 这个方法真的很奇特 本身鸭蛋黄在入菜的时候 它有的时候也会带起 螃蟹的那个气膏的味道 是吧 这两个终于碰到一些 然后这还有母蟹 三门青蟹 肉多细腻 肥美鲜甜 是海水蟹的名角 但在螃蟹的菜肴体系里 大螃蟹并没有独受专宠 小林告诉我 许多人对小螃蟹的鲜 也是无法抗拒的 他们认为 大有大的口感 小有小的滋味 这种用面糊锁住汁水 酷似江南面脱蟹的做法 是小螃蟹比较淘袭的处理方式 而接下来将是制作青蟹 最诱人的过程 第一个可能差不多了 看一下 对这个 差不多了 怎么判断啊 就这里粘固了 就差不多了 最好是粘固得多一点 好 这颜色也变了 金黄金黄 这也不用配色 这也差不多了 你们这小螃蟹都这么做吗 小螃蟹做法比较多 既然吃起来没那么爽 那就是多一些做吧 对对对 换一下花样 口味多一点 嗯 这个是应该全煎不熟 对不对 全煎不为熟 它只是一个半成品 对 清蟹落货 灼红好 油声滋味 满无香 低温微煎下 接触热油的部分 逐渐由轻变红 此时的清蟹 双色分明 鲜香四溢 而到了这里 清蟹的制作还没完 为了弥补小螃蟹肉感的不足 小林用肉馅铺底 再均匀地码上螃蟹 这样可以使两者的味道 相互补益 相互增味 好嘞 大部分完成 是吧 那下一步呢 拿去蒸 放蒸笼里面蒸一下 多长时间呢 15分钟 哦 这还是一道蒸菜 好嘞 蒸制过程中 看似平静 但肉馅和螃蟹 早就互通了好几个回合 面糊的隔层 既能使蟹肉轻松地附着上肉香 又能阻断肉馅中过多的油脂 无论是吃蟹味的肉馅 还是来一口肉味的螃蟹 都是忙碌一天后 最暖心的味道 小林的家人 在店中忙着装箱打包 而她就要让全家的晚餐有着落 葱油烧蟹是最有味道 也是最省时间的菜肴 姜葱爆炒 极简的方式 早已催生出螃蟹最本真的鲜香 而我也小事伸手 加入了这忙碌的队伍 蟹肉上席 百味淡 一只壳大如盘 黄多高满的螃蟹 可以胜过一整席菜肴 对于许多食客来说 吃螃蟹是秋季餐桌上 不可马虎的重要环节 可小林一家 却只能在窄小的店铺里 开启一顿匆忙的晚餐 哇 累一天了 终于可以吃了 我先尝尝吧 把虾给去掉 这样的 上面那个肉馅 下面那个肉馅 旁边的味都渗进去了 所以吃肉顺先变得好吃了 那当时你说把这个 网购的先进里面 跟自己长辈说的时候 同意吗 就我自己嘛 强硬的要做 做了试了一下 先小鹅的阶级 这样试一下 结果效果不错 而且有很多那种新客户进来 就行 兄弟慢慢地坐下来 对对对 然后就放心了嘛 放心了我们就坐起来了 证明自己了 对对对 那每天晚上都 我的快递车来了 顺丰来了 那么大 对 那些 我要去 我要去那个 弄一下快递 我想劝你多吃点了 你先去吧 你先去吧 快递打断了一家人的晚饭 在我看来 这样不可思议的晚餐形式 只是小林一家 日常的一个缩影 而小林一家的忙碌 更是倾泻市场里 上百个店面的缩影 从田园到餐桌 也许只是纸间上的订单 也许只是安心等待 几天的物流运输 但这背后 却是无数个 像小林一家这样的养谢人 夜以继日 付出的忙碌与辛苦 做电商也快四年了 现在的订单也越来越多 最远有新疆 内门 虽然全家为这个挺忙的 但是看到江山的青蟹 走得越来越远 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同样奋斗在螃蟹事业中的 还有浙江平湖的 一位鲜味创造者 他对鲜有着近乎执拗的追求 龙东时节的江南 青蟹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做法 平湖的海上人参 和传统手工年糕 又会在他的手中 碰撞出怎样极致的鲜味呢 濒临杭州湾的特殊位置 平湖人的生活里 自然也离不开海鲜 在平湖 街面上很多餐馆 都把经营海鲜 作为主要特色 这也让餐馆间的竞争 变得十分激烈 食材的新鲜 口味的独特 都是决定餐馆命运的关键 蒋大哥深知这一点 所以对鲜 也有着近乎执拗的追求 螃蟹炒年糕 江南一带 最传统的秋冬季时令菜 传统的做法 选用梭子蟹 但蒋大哥认为 冬季的梭子蟹 已经过了最鲜美的季节 只是因为价格便宜 才被广泛地选用 要想获得最鲜的口感 一定要找到属于这个季节里 最鲜的螃蟹 那么这冬季里 什么样的螃蟹 才算得上最鲜呢 蒋大哥 咱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是一个什么地区 这是 比如是 下面一个历史悠久的 一个榨谱镇 哦 榨谱镇 就是我们出海打鱼 回来 他们都在这边 批海鲜的一个市场 哇 那这儿的东西 一定很新鲜啊 对对对 我看好像这个河的海的 什么都有啊 对对对对 然后呢 就是我们找的那个 红高蟹 也是这个市场 这个市场会找得到 对对对对 来老板娘 来来本地鞋有吗 本地鞋有的 本地鞋现在都要长起来嘛 哦 长起来嘛是吧 为什么天冷了 天冷了 就是本地鞋外面不好放 这个怎么挑它的好坏呢 你要挑的话就是这样照 在光下照是吗 光下一照你就自己看见了 你如果这个边缘和这个边缘 就是眼睛到下面 就是空掉了 就是不肥了 这一圈要满蛋 满满的 这种螃蟹 学名巨猿青蟹 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 都有所分布 但以浙江一带 低纬度海域出产的品质 最佳 巨猿青蟹 属于螃蟹家族中的肉食动物 所以体型也要比一般的螃蟹 强壮许多 别看着巨猿青蟹的个头略显笨拙 但是它体内所含的营养物质却十分丰富 光是蛋白质和氨基酸的含量就潮出普通螃蟹 所以它还有另一个美誉 叫做海上人参 我发现这个青蟹怎么还得盖着被子 你这别的都没这待遇 这个青蟹呢就是中间的时候它是怕冷的 你如果在15度以下了你肯定要保暖了 像这个梭子蟹呢它越冷越会死掉 它跟那个梭子蟹还相反 相反了 还得保温一下是吧 这个要保温 还得给盖棉被 要盖起来 这个再冷的话我们全部里面开空调的 开空调就要归上一些钱 还真不是老板娘跟我们开玩笑 巨猿青蟹属近海学巨类螃蟹 农历十月以后最是高肥体壮 但这个大块头却十分怕冷 很多渔民都不愿冒险捕捞 这也让我对它的味道更加期待 不过挑完这海上人参 蒋大哥并没着急回家 而是带我坐上了去往乡下的大巴 他说 卖青蟹只是今天形成的小环节 真正的重头戏 是要找到最传统的 手工做的上岁数的年糕 哇 正在做呢 这个现场 我们正好在打年糕 您好 您好 我们就是来找这个手工做年糕的 这都是您的 我们一起做的 您给我介绍介绍呗 他那个嘛 科正的老师傅 他两个这么过打的 打榔头的 眼前这位徐师傅名叫徐瑞章 是平湖一带有名的年糕艺人 起初这个作坊只有他和老伴两个人 每次最多能做上50斤的年糕 随着村里开展传统工艺保护 徐师傅的这门手艺被列为重点保护和发展对象 看到传统技艺被再次唤醒 过去做年糕的老师傅们也纷纷重出江湖 成立了这支平均年龄在60岁的老年年糕队 这个糯米看上去不错 这是咱们本地的糯米 不是的 这是安徽来的 这还不是咱们本地的 为什么不用咱们本地的糯米 本地的小米就做的12岁多 那么机器加工的设备有小机器 您觉得这个米怎么样 米可以的 饱满 还有一个白 像咱们这一般这个糯米都怎么吃 我们这里吃的方法也多了 吃的方法多了 打年糕最多用的 打年糕用的最多 在江南人的生活里 糯米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可以是主食 又可转化成副食小吃 甚至很多时候糯米制品的出厂 更富有仪式感 徐师傅的年糕采用纯糯米制作 不掺杂任何其他米类和辅料 这样做出来的年糕口感更糯 也更利于住存 阿妈 我们现在要干嘛呀 现在这个粉要剥开来 先给它剥开来 是吧 中间放水 是吧 放水 放水 接下来就是要把它揉到一起了 是不是 这样 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 这样一抖 就好了 干燥的糯米粉放入蒸桶 不利于蒸汽的热传导 所以要在蒸之前用清水润透 抓得紧 散得开 意味着糯米粉吸收的水分刚刚好 接下来就可以进入下一个极富技术含量的环节 蒸粉 现在嘛 就是蒸汽上了嘛 就是要加粉了 要加粉了 是吧 好 我帮您 好 从中间下去啊 从中间下去啊 从中间下去 哦 这样是不是 对对对 要快一点 为什么要快一点啊 嗯 它要一下去 不是的话它这个 它里面再开嘛 哦 所以说这一步很关键 是吧 对对对 如果下慢了 然后可能会影响那个头感 好了 就是这样嘛 好了 就可以了是吧 就 让它去了 哦 好 让它去 拿了嘛 收过来了再加粉 蒸粉是制作年糕过程中 最有技术含量的环节 不仅讲究技法 更要掌握新法 这位宋官宋大叔 15岁开始制作手工年糕 如今已有近50个年头 这个环节非它莫属 宋大叔说 一次下粉过多 容易造成筒心位置的米粉不熟 下粉间隔过长 又会让筒底的米粉 蒸得过于软烂 所以这方寸间的拿捏 靠的就是这几十年的经验 哇 这个 哇 好重啊 这锅就蒸好了是吧 大爷 哇 被刚刚出锅的这个年糕的香气 熏了一下 感觉整个人都香了 这把锤子有多重啊 这把锤子最起码要三十斤嘛 三十斤 也就是说要有十五公斤 十五公斤 一天要打多少缸这个呀 最起码打三千斤 三千斤 这个团队一天多的时候 要做一吨半左右的年糕啊 我能试试这个吗 好 哇 好重啊 我以为这个大叔说 十五公斤是吓了吓了我 提起来放在这里 放下去的时候 马上到里边 好嘞 这样用力 平湖人把打年糕 称为嗓年糕 嗓就是用榔头 在石灸里反复锤打的意思 反复的嗓导 既能排出夹杂在米粉中的空气 又能让糯米的分子重组 口感得到改善 一桶五十斤的年糕 至少要反复嗓导 一百下才算好 只有经历着千锤百炼 才能激活最传统的 香糯的口感 我觉得这个年糕的味道 就是更符合在我记忆里 小时候对于年糕的印象 就是很纯纯的年糕的味道 这个味道好像 十几年二十年没有吃过了 徐大叔说 纯糯米制成的年糕 更适合入菜 以前的平湖家庭 要在春节前 做好上百斤年糕 放在冬水里储存 可以从腊月一直吃到来年 不过此时的蒋大哥 却按捺不住了 为了验证徐师傅的手工年糕 能否成为清晰的最佳搭档 他决定 就在徐师傅的家里开炒 最新鲜的年糕 我们平时可能会听说 这个各种最新鲜的食材 但是这个年糕 真的是我们刚刚就把它做完的 光光做出来的 刚刚做出来的 所以趁着最新鲜的年糕 再加入我们今天早上 买这个青蟹 对 咱们现在就开始做 这个螃蟹挑的还真是不错 你看黄也很满 肉也很肥 这个要把它切成块 对 切成块 开歇 青蟹肉多细腻 肥美中还带有一丝鲜甜 入锅油煎 就能释放出最鲜的本味 一温微煎下 蟹壳油清变红 这时就可以加入 切好的年糕条了 纯糯米做成的年糕 更加软糯 入锅的时间不需要太长 两分钟左右的翻炒 即可出锅 青蟹 与年糕的相逢 虽然只有两分钟 却完成了一次极致的味道转移过程 大爷的 妈 怎么样 尝尝 � hidden 这个忙活了一天 终于把这个都做好了 我先尝尝这个年糕味道怎么样 你看这个年糕上面 还裹着蟹黄 会吃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 不知道是不是 刚刚做出来的 这个年糕的原因 它的比我以前吃的 没有那么黏牙 特别的软 而且满满的吸收了 这个新鲜旁的蟹汁 所以吃的时候 好像就是在吃螃蟹肉一样 徐大爷 这年糕 你这样一般零卖多少钱的 一斤的 四块五 四块五 好的 那我们走的时候 我要带个好多的 有的 这个有的 从市场上精挑细选的青械 到千锤百炼的年糕 我看到的 不仅是两种极致食材的汇聚 更有蒋大哥 对味道的不懈追求 和徐师傅一对人 对传统的坚守 蒋大哥说 青械炒年糕 与其说是青械 赋予了年糕 最鲜美的滋味 不如说是年糕 成全了青械 在这冬日里的地位 尽管时代在更迭 徐师傅一对人的手工年糕 也许不会再有年轻人继承 但在蒋大哥手中 一定会被更多的平湖人所记住 很多人喜欢用横行大道来形容螃蟹 一方面是形容它们在水中爬动的状态 另一方面也是描述了螃蟹在餐桌上的地位 所以在千百年岁月中 中国人才将这种高品质食材的鲜味 品出了极致 也就有了蟹肉上洗百味蛋的说法 初夏的六月黄 金秋的梭子蟹 龙东的巨原青蟹 这些大自然的馈赠 跨越时节 穿越历史 成为很多人心中最鲜甜的家乡味